我觉得京东的阵容 这次上也是新人上场 他们也赢了套博 感觉他们的下路打得非常好 面对他们的话就下路注意一点 最近德杯跟牙膏 感觉决赛又是打京东了 对面中来是牙膏感觉蛮有趣的 就希望能赢下他 让他难受一下 对京东想说的话就是 希望我们新年能赢一次你们了 就看这把下路搭配什么辅助了 蓝博 还是边有想法吧 九筒 那九筒去对 九筒我觉得就没那么好打了 现在我觉得武器高手不怕九筒 还是有落 狭落 狭落 很经典的狭落 练达塔加维吾斯 对吧 因为你看维鲁斯看起来 这样中路觉得药也被打出来了 还要被回线还要被卡位置打一套电行 还要追着A 哎呦这波奈特A爽了 状态真的有点差了 而且想卡不让你吃惊艳 看一下哎呦这个近战兵吃不到 哎哦三个近战兵都没吃到 这三个近战兵没吃到 但下路也是因为换得多血了 哎反手一个台 但维鲁斯这边其实是满血的 你作为单线选手 你被压一个近战兵都很难受 刚好被压了三个 等一下反手台 但是反手打不过呀 这边 Rula跟Missing都是一个三级 而Alf刚才是回过家的 所以他现在是只有一个二级 哎冲鲁斯应该是推到了 来看一下这个魅惑 扭掉 做了一个预判 哎呀雅高走位不错啊 还不如烂波看呢 哎这种英雄前期 还是能压一下武器的 九筒现在是真压不住了 看一下下路又打了起来 Alf这边血量有点低 直接交治疗 哎呦 Night启动给加速 哦哦哦 Night这把打得很活跃 嗯冰线把冰线送进去 直接开打招过来了 反正风暴一开 招闪现 Night要强杀 这个一技能很精准 Night是拿到了这个人头 滴滴血 有Night收获 牙膏在后面 推到了 这波应该是有一个 秒杀的机会的 再叠一下球 要扭一下Q 然后打的这个水银鞋 感觉很耐打呀 怎么这么热 原来一看是一双水银鞋 薰尼里面想救下队友 有闪现应该死不掉 看能不能把闪现逼出来 哎这个推是空了 看这边也追不死了 主要就是九筒 处理起来没有那么的老道 感觉进入那个九筒陷阱 两个虎猪追了一年 刷过伤害 从中路追到河道 关键竞争都没交 空都没交 都懂 对吧 对吧 假如你自己准备 哎这边是逮到了 麦克 他那个亲怎么样 亲到了 麦克里面是有大招有闪现 那的大马上就转好 直接转好 要继续吗 有想法 继续追啊 打个闪 但这个时候 耐克 下一步记得也来了 二断 过去南花了 哦 很果断啊 二闪 W直接抬到 哎呀 后续 还有个红buff 追到你A两下 现在这个局面 其实京东 除了下路有优势之外 其他几个点 还是过得比较艰难 上来又敲了一棒子 迷斯里面反手一个大招 真猴跟假猴打到了一块 我也有事先靠 有机会 开大高点加速 能走吗 一键穿到了 有队友能保 但是奥赶到了 治疗抬了一下 但是最后还是被麦克的赵姓捅死了 哎这里没有神分 其实伤害有点不够 哎中间还是有想法 哎呦 有红的 哎呦 哎呦 打闪现 亲到就死啊 赵姓就只能去下半局 对 但下路其实是一直被换血 就有点难受是卡在塔前的 这边预判了一下赵姓的想法 对 所以在拼 在拼 就一直在打信号 知道赵姓在自己的红BUFF也虚 啊这边一开始想走 但是奈德反而可以追 奈德杀一语绝 这把两波找到 小龙倒得很快 那边要杀掉了 群这边想抢 赵姓稳稳的空了下来 奈德直接可抢 快打到过来 想直接动牙刀 但是7日空掉了 小孩哥的球筒在侧翼给了一些压力 带在这边交闪现过来 还有一个爆炸球 我可以点 那小孩哥这边是交了个闪现 两边是无人 诗安王王 但是小龙是被京东控了下来 而且想卡一下地形 而且这边牙膏的位置很危险啊 哎呃 那那就是拉走了 对来到了下 是从那个草走下来了 是的 那这边九筒也交踢 想包一下艾翁 艾翁这边有进化有闪现 大招是都有的 看这个肚皮比了的大招 极了 这一波九筒技能放一点 行 他自己要 一个翼闪 哦 是阿孩哥这边 自己的九筒 人头想让给谁 熏不客气了 过来直接一个Q筒的收掉 是啊 奥这个位置也很刁钻 随时想开 看这个先锋 六十五二十七 最后还是被曼金拿了下来 奥想开 被九筒撞了下来 九筒一技能很及时 一个恶意收购 阻止了标记的一个追击 但是新德拉也气了下来 一个退 是退掉了兵 但这个先锋地也没人敢拿啊 有没有勇士 但是没有兄弟戴卫移的 算了吧 感觉都不改啊 嗯 所以拿到已经可以了 刚才薰好像也是没扯的 我看是二十六还是二十七的一些 还没有站好 哦 狭角大 哎 奈特这边有魅惑 亲 呃 没有出手 还在 亲 哦 这个亲 很近的距离啊 麦克应该是死了 哦 这个猴子撞起来 涌霜又定到 杀到了一个double kill 射击死了 还有一段 哦 说是贼 一人两个头 哦 被逼退了 甚至武器都没来 小体贴 准备要打起来了 奥自己是被融化掉了 赵兴开大招 九筒也开打 也反应风格 没有三个人 奈特跟迪的贾赫斯直接进场 迅也转了起来 直接秒掉四个 一换五团战胜利 A4了京东 他把这个优势辐射给了队友 是 然后团战端 奈特的狐狸有表现 最后一波团战的胜利 来看这边看到牙膏一个位置比较靠前 直接开 然后吃了维主斯的一个大招之后 队友其实知道你没有大招了 没有空了 直接进场 我这波冰哥的贾赫斯也很老啊 一闪 一闪直接进三个 然后猴子直接转 带他直接突后排 啊 这波团战打完 机房京东这个阵容 一个贾赫斯一个狐狸 哎 直接就开吧 猴子来了 现在不管了 先转 鲁格尔又出了一番魅惑 鲁格尔闪现差十秒钟 哎 又在这里 还想来 不如直接轻加二段的Q 就拦截一下 嗯 这也被骚扰 有闪现 再一个涌双定一下 赵兴一直没有过来 大龙还剩五千的血量 而且冰的位置其实很好的 这边直接要开了 扎斯运到后排两个脆皮 B4这个位置是很难跑 前排的话赵兴是开了个大招 哎 但龙克里面这个时候没人了 Maggie已经倒了 赵兴还是死掉 爱好这边闪现过来 拿到一个双杀 大龙三级鞋也被熏收入囊中 这把京东是一个卡都没有拿啊 要被上高地了 现在的大龙大龙 要进入了 如了差点被秒掉 直接被秒掉了 乃特完成自己的一个单傻 对自己的老队友 麦克里面也是死掉 乃特要超神啊 直接完成了一锅 直接完成了一锅 我要结束了 高地月塔成功 五个人都到了 这一锅 直接一波爆杀 909的狐狸啊 率领着标记 拿下了2比0的开局 今天标记整个的状态 在第二局已经是推向了高潮 是吧 主要就是从狐狸带起了节奏 帮下路减拨线 然后去到上路 越了一波九筒就开始了 恭喜标记 23分钟标记就推掉了 京东的基地 2比0的领先 平衡 保护 2 2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